大家玩一下 今天是来到广东心灵泥壁镇 这里是一条温泉街 也是冬天 当地人最喜欢来的地方 就是天气特别冷 来这里泡一下温泉 是再舒服不过了 我们看一下身后不断有泡温泉的人 来这里享受 现在就用镜头带你们去看一下 金一星温泉 这一条非常在当地 这个镇是以温泉出名的一条街 人非常的多 我们看一下这边都是亭房有很多车辆 那边也是 这一条街就应该有将近30多家 在这里 这门口不断有老板来这里 在门口懒客 非常的有名 然后呢 这边的价格大部分是 20到30这个样子 然后呢 在过年的时候可能会贵一点 可能达到30块钱左右 看一下这路两边全是霓虹灯的招牌 然后这边的环境呢 特别的豪华 算不上也有豪华的 像一个酒店的那种就是比较贵一点 然后这边就是里面一个房间 一个浴缸 摆放在里面 就是可以单独的啊 也有公共的 就是一个大浴池 一般就是单独的房间啊 大部分都是单独的房间 里面呢 就有一个浴缸啊 温泉啊 都是那些硫磺水 因为这边地下水 直喷出来啊 都是那些硫磺水 现在还不是太晚啊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左右 9点半到10点钟左右 一般可能 来这里泡一下温泉 然后再去吃个夜宵 或者吃个夜宵回来 再泡个温泉回去睡觉啊 就是再好不过了 这两天应该是比较冷 所以呢 这边的温泉的生意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听这边当地的开温泉的老板说 一天的营业额能达到四五百以上啊 很多都是托家带口来这里的 所以呢 这边发展的也是特别的不错啊 然后来到这个 这边就是国道边 你看一下 这边就是一个国道 然后国道这两旁 也开了很多温泉啊 这个大家觉得这20块钱左右的价格 觉得贵不贵啊 就是当地人冬天洗澡的一个好地方 泡温泉享受 享受的好去处啊 托家带口 来这里是非常不错啊 看一下 都需需会 有人泡完雨 就要回家了啊 睡个好觉 这里就是坐落在广东心里 泥壁镇啊 汤一村啊 汤一村 还有再往 再往下就是汤二村啊 也是一个 温泉生地啊 好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再往下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